欢迎您回到中天五间新闻 我是邹倩玲 来看到嘉义有这位小姐 那么她是收账 结果她进人家的店面要收账 她把她的这一堆的账本 放在一个纸箱里面 放在她的摩托车上面 好了她进了人家店面 出来的时候 整箱的账本不见了 她急得赶快报警 那么警方调阅了监视器 结果发现说 原来是一位年过八十的 做资源回收的老太太 她把这个箱子给拿走了 所以赶快追到老太太 但是追到她的时候 已经是过了一个礼拜了 账本都已经被卖到资源回收桶了 哪里追得回账呢 小姐急坏了 说十几万的账我找谁追啊 但是老太太也说 我是不是字 才会把这个账本拿走的 尽管为自己辩解 警方还是依照了妾道罪 把老太太给移送了 妇人把脚踏车停在路边 手拿一个黑色袋子 在里面翻翻找找 好像确定没有问题后 随即骑着脚踏车离去 看到她口罩加帽子 全身包得密不通风 这个后方多了一个黑色的大袋子 其实就是民众原本挂在机车上 着急找寻的重要物品 以为这是一些废纸 所以就把它剪一剪之后 放在袋子里面 然后就是准备资源回收变卖 民众把文件放在机车上 才离开短短五分钟 回来就发现东西竟然不见了 像警方报案调阅监视器画面 发现袋子是被资源回收的老妇人拿走了 因为里头有公司账册还有价值十多万的重要文件跟票据 民众很担心这些纸张会不会全被变卖光光 因为他不适智所以说不晓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物品 警方找上门看见老夫家里到处都是堆满了回收物 也找到民众遗失的东西 顺利归怀远主 不过因为从别人机车上拿文件的动作 已经触犯了窃盗罪嫌 被警方喊送法办 上街减回收减废纸 却因为不是字 把别人重要的公司战策 差点就拿去了卖钱 虽然富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的后悔 还是必须面对法律责任 中天新闻侯国文顾佳珍 嘉义报导 中天新闻